管家连忙问萧綦发生了什么,萧綦说自己中毒了,管家想要去请太医,但萧綦却说不要再把事情弄得满城风雨了,这边王宣回去了,王宿也到了豫章王府。 王宿问徐姑姑到底发生了什么,徐姑姑无奈之下,便将萧綦给王宣和不能受孕的药汤的事情说了,王宿怒不可遏,要去找萧綦算账。 王宣去到王倩房中询问情况,王倩早就想好了说辞,不仅告诉了王宣婢子汤药的事情,还倒打一耙栽赃萧綦,说萧綦要王倩为他生下一儿伴女,再养在王宣的名下。 王宣深受打击,赶紧叫人去找太医来预章王府诊断,而王宿去了萧綦房里,对萧綦大打出手。 萧綦中了毒,又失血过多,毫无反抗能力,这便闹得鸡飞狗跳,徐姑姑赶紧去找王宣,说了王宿和萧綦打起来的事情,王宣放心不下,赶紧去了书房。 赶到书房,王宣看着萧綦衣衫不整,鲜血直流的样子,又看着王宿愤恨不平对萧綦动手,王宣心里十分复杂,他又心疼,又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萧綦。 徐姑姑冷静下来后思考了一番,猜到了萧綦是为了王宣的身体,才给王宣服用婢子汤,王宿却说就算事情是这样,王倩的事情又该如何解释? 徐姑姑觉得萧綦应该是误用了催情之物,此事应该另有乾坤,徐姑姑劝王宿,等太医来了以后,再静观其变,王宿只好答应。 不一会儿,申太医变到了,王宿之走众人,单独询问申太医,关于王宣的身体状况。 这便王宣在书房中给萧綦包扎伤口,并问萧綦为什么要给自己下药,萧綦见实在瞒不住了,只好把真相告诉了王宣,并说自己一定会寻遍大江南北,为王宣治病。 他的子女一定要是王宣所生,否则他宁愿没有子嗣,王宣感动不已。 萧綦这番话,深深地打动了王宣,他本想再解释一下今晚的事情,王宣却没让他开口,说自己从今以后,对萧綦不会再有半分猜忌。 申太医来给萧綦诊之后,并告王宣,萧綦中了十分狠辣的催情药物,如果萧綦没有放血排毒,恐怕要受到重创。 得知结果后,王宣便带着人去了王倩房里,学士见王宣来了,还假惺惺地询问萧綦和王宿之间发生了什么。 王宣说,自己已经知道了真相,自己来就是要给王倩一个交代的。 王倩本还在可怜兮兮地演戏,王宣则问王倩是怎么进入的书房。 王倩说了谎,说自己是从正门和侍卫说找萧綦,侍卫便让他进了,王宣早已询问过侍卫,侍卫说了薛氏衰倒之事。 还说并未见过王倩,王宣又说起萧綦所中的催情药物其裸香,王倩身上还残留着其裸香的味道,但薛氏还嫡死不认,反而说王宣让人心寒,两人争吵时。 王宣收到了贺兰真传来的信,贺兰真写下了字句,答应王宣令则贵女嫁娶忽兰,王宣到了王倩房中,把字句给两人看了,又怒斥王倩母女,王倩母女毫无廉耻之心。 一心只为了不用远嫁忽兰而高兴,王宣却收回字句,问王倩认不认错,王倩为了字句自然认错,可王倩却说,既然认错,就远嫁忽兰,说罢便把字句给烧了,和王宿扬长而去。 太后一直关注着豫章王府里的动静,很快便得知了昨晚的事情,贺兰真也收到了王宿的传话,也派人去查,昨晚豫章王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忽耶奇便打算去找苏锦儿问一问。 忽耶奇和贺兰真的马车走到一半,正好碰上了到江夏王府,宣指册封王倩的队伍。 册封使到江夏王府里宣了旨,王倩远嫁和宋怀恩大婚的日子在同一天,册封使走后,王倩便寻死密活哭哭闹闹,王宿听得心烦,吩咐王安,等王倩嫁到忽兰后,便以王氏家主的名义。 要薛氏回到狼牙,永生不得入京。 豫章王府里,没了凡人的王倩母女,王轩和萧綦享受着清静的早晨,两人昨晚约好对彼此不再隐瞒。 萧綦犹豫之下,还是把王令身死的消息告诉了王轩,王轩不敢相信萧綦所说的话。 苏锦儿收到密信,得知子澹回到了京城,他心里十分高兴,子澹又秘密派人找苏锦儿带到自己面前,子澹说自己今晚就要回皇陵了。 苏锦儿有些替子澹委屈,子澹却不在意,他找苏锦儿来,只是想问问王轩过得好不好。 雷封